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在今天最具指標性的個股 我應該就是先看2317的鴻海 在今天是除息4塊錢 那大漲了1塊3 其實表現上相當不錯 還有2塊7的這個空方 不是空方 除全息的缺口 有待去做回補 那第一天有這樣亮眼的成績 我覺得它會讓市場多方更有信心 因為這個算是人氣指標的鴻海 除全息行情都這麼亮眼 其實今天這樣也只說還能上漲5點 已經不錯 因為除全息要有點數的一個蒸發 所以就像我講的 在高檔震盪整理的格局 低檔股 與卓數絕對有機會 為什麼一直強調不要追高 你看 如果說你前幾天去追很強勢的操縱 今天蹦又一根黑可以下來 好 但是我要給各位看的是什麼 不是說你現在要去追強勢 而是你要在整個人氣強勢族群當中去找什麼 低位皆的補償 好 我之前有跟各位談到嘛 我舉例 做散熱風扇的動力KY 它是屬於中上游的廠商 那下游這些模組廠啊 銷量啊 整體的 展望都不錯 那自然而然動力KY的出貨 一定會跟著水漲傳告 好 你看它的技術型態 好 我把時間拉長 這樣看就好 我們看一個位階 就像我所講 它處在歷史低檔區 整個上游族群 產業因為5G的帶動之下 成長性是非常強 那既然有些個股 它上半年不好 但是呢 下半年明年會好 股價才剛起漲的話 我說你就要好好把握 什麼叫剛起漲 這兩天帶量紅磅 五日十日月限要穿越局限 這是很標準的 反轉格局啊 就像過去這個穿頭向上之後 都會有一波漲幅 所以動力KY的部分 我認為它還有高點可以去做一個期待 這就是我講的 從族群當中去抓什麼 有機會落後補償 我們不用追稿 所以還有很多好股票 我一樣會陸續帶投證進場 只要你願意跟著我們的操作 我們一起進場一起賺錢 最後一次投證操作順利 拜拜 右上角的訂閱內容 給它用力的按下去 有沒有精彩的分析內容 你也想收看的 在左下角可以觀看到過去的一個紀錄影片 想要提問留言區的部分 就是給大家發問的地方 當然千萬不要忘了鈴鐺 一定要記得按下去 才能第一時間收看到最及時的資訊跟影片